民进党立委参选人张美惠的证件说明会吉安厂 是针对铁路平交道的立体化 以及农产冷链设备建制和加强运销等 向民众来报告他的参选证件 张美惠表示目前中央有基地要执行的重大交通建设在花莲 但他提出的配合政策如果可以同步推动 就可以避免二次施工 将可以有效率来促进地方的建设发展 民进党立委参选人张美惠证件说明会来到吉安厢 针对花莲市到吉安厢7座铁路平交道立体化 他建议要配合花东双轨化工程同步施作 避免二次施工才可以提高效率 那吉安厢其实我在县议会的时候 就针对花莲到吉安的铁路立体化 就是平交道立体化的这个案子 不断的要求花莲县政府要积极的来处理跟因应 因为目前中央正在进行花东铁路双轨化 那因为花莲市到吉安有7个危险的平交道 像大家都会经过中山路啊 从这边开始起算 那建国路那还有在这个中华路 这几个平交道那甚至都还有发生过事故 所以在这个7个平交道 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跟双轨化的这个工程 能够合并并暗的来进行 避免二次施工 因为这个周式工程非常浩大 那在美惠如果能够进入到国会 在立法院一定也要把这个工作列为最优先 对于吉安在跟花莲市的这个交通上的这个瓶颈 要能够有效突破 吉安乡是花莲的农业重镇 对于农产冷裂设备还有运销政策 张美惠也提出看法 那另外在花莲的这个农业很重要 吉安也有很多的很重要的 而且很优良的农产品 所以在冷链的这个推动上 冷链的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 延长蔬果保鲜 还有在这个运销农业产销 那结合在农业科技 让这个靠老天爷吃饭的这个 可能过去的这个条件 我们可以透过技术进步来降低农民的这个生活压力 那也可以在这个可能有关于在这个灾害的风损的损失上 能够有效的降低 那当然还有这个农业保险 我们也会积极来协助农民 让大家更知道这样的一个讯息 张美惠参选立委提出三大亮点 六大面向28条政见 他强调这些都是切合地方需求 而且是可以实现的政策 他会持续向花莲民众来说明报告 希望可以获得选民的认同和支持 这旅会竟然相报道